首先来看到灰熊跟巫师的交手 灰熊这里由菜鸟骑兵杀出 中锋Trek Jameson攻下全队最高的24分 带动团队有5人得分上双 最后109比97 轻松抢下胜利 至于公路跟国王的比赛 敌人Faas攻下了29分 搭配Domantis Sabonis上市表现的火力支援 中场上场大军129比94 大胜过关 公路替管国王主场 米尔瓦基大军客场哲驴最后一战 势必希望有一个完美收尾 希腊怪胎Yane Sate的魂魄 马上就展现自己最招牌的梦爆体能 空中作业 滚篮美技跟沙城球迷大声招呼 之后更是无视防守球员 又是一次单手轰炸篮筐 字母哥这场比赛交出30分13篮板的双十数据 表现在水准之上 奈何除了他以外 其他人就好像神尼一样 好搭档Dame Leder 全场12投只有两种攻下10分 在没有其他帮手的情况之下 公路完全找到压制 至于国王这边完全相反 全员皆兵的攻势 莫林茂先上眼镜去对抗 高联多出手得分 半场就进账了17分 表现精彩 另外少主迪Aaron Fox也超强劲 连续摆脱两位防守的纠缠 直倒篮下 但手灌篮 直接嗨翻主场球迷 小狐狸新浪街就15分的贡献 率领国王取得75比56的大副理线 并且下半场开始杀神大军的攻势 只增部剑 小狐狸继续活跃 这快手一波展现速度优势 又是一次双手炸篮 全场比赛飞天盾地 攻下29分 全队最高 还有外带6篮板 7助攻 大学豪战有孟 则攻下全队次高的25分 还有球星连线的Dementors的Bonus 22分11篮板 8助攻 以超节 依旧是全能伸手的展现 国王一路领先直到最后 就129比94大神过关 更终结跨界对上公路 惨淡的15连败 继续关心巫师跟灰熊的比赛 曼菲斯主场贴心准备影片 欢迎台雅雄在交易过后 第一次踏上灰熊主场 开次镜头也有给到他 拦下抛头 轻松得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重返曼菲斯Jones只拿了4分 接下来都是灰熊的表演时间 GG Jackson板凳杀出 当起兵 离外兼顾半场攻下了13分 然而团队表现最好的 就要看到23岁菜鸟中锋 Trey Jameson 得到机会就是满不讲理的轰炸篮筐 半场就砍尽了16分 灰熊手握617比42 大幅领先进入下半场 一篮在战首都大军回过神来 并在凯尔库子马24分 七篮板五助攻的带领之下 拉出一步23比10的攻势 努力追分 但却总是差那么一口气 关键就在失误 务实全场17次的失误 有12次是发生在下半场 更让灰熊 带到很多次的机会 转换快攻 Jameson攻下 全队最高的24分 带动团队全人皆兵 就跟上场都有贡献 当中有5人得分上双 中场灰熊 就109比97 捍卫家园 好 这需要再来 特别讨论一下 国王跟公路的这场比赛 因为国王可以说是 喜上加喜 不止终折对战公路的 跨季15连败 当家之风Sabonis 还写下下新的对戏记录 至于公路这边就有一点惨了 Damele的手感冷冰 全场比赛只拿了10分 不过也还好 有总教练打Rivas跳出来 把输球的责任 扛在自己身上 我们今天赶紧的责任 我负责 我没有把他们准备 自己的心理 我认为 我们在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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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的焦点 比赛更好 这一天 这会是一个长的日子 而且是一个长的日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 哎呦难得老河流 Dark Rivers会这样 把输球责任一肩扛 毕竟今天公路跟国王的比赛 是真的完败 攻守两端 全都不如对手 完全没有喊扣的余地 Damele更是遭到严加刊防 全场十二投二中 只拿十分 写下本季个人第二滴 不过他对此 不是很在意就是了 反正东区各队 现在距离龙头赛尔提克 基本上是已经追不上 公路今天惨败之后 还能保住东区第二 之后再想办法 继续卡位就好 这位打出漂亮胜仗的国王 算是喜上加息 中锋Dameta Sabonis 连续47场比赛 缔造DoubleDouble 写下队史新高纪录 国王今天赢球之后 可以说是好不容易克服天敌 终于终止了对战公路的跨际十五连败 上次打赢录群 可是2016年的事啦 而下一场比赛交手胡仁 就轮到他们化身别人的天敌 Sabonis生涯交手NC Davis 可是八胜零败 从来没有输过 不管是以前在六码 还是现在在国王 都把AD当成傻包再打 能不能继续扮演一枚克星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继续来看到 赛尔提克跟爵士的交手 绿山军当家一个 Jerson Tentum 全场狂轰38分 也上演团队123比107 踢馆成功 至于尼克跟七友人的比赛 Jashire攻下20分 19篮板10助攻的大三元成绩 也上演团队106比79 收下胜利 博士顿赛尔提克 踢馆由他绝世 联盟龙头前来做客 当然是要给地主绝世 一点Omiyage 当家前锋Jason Tentum 一条龙快攻轰炸篮筐 泰坦超人率领大军压境 收接近仗15分 Jule Holiday也穿出六次助攻 绿山军的手感相当火烫 开局命中率突破六成 以44比33领先在前 来到第二节 赛尔提克持续进逼 单节轰进5G外线 一度握有17分的优势 爵士这边却是突然苏醒 关键人物是Jordan Claxton 菲律宾乔丹 源头近切一手八板 帮助球队拉回各位数分差 Claxton在一篮过后维持准心 全场搅出21分 却别忘记 进攻才是绿山军的强项 Jason Tatum狂轰38分六篮板 Derek White也有24分的火力输出 更是轰进7颗三分球 带动球队的凶猛攻势 以突破四成的命中率 轰进多达20级外线 让绿山军最多享有22分的领先 中场顺利以123比107大胜过关 再来看到纽约尼克迎战费成7-6人的比赛 两队连续两战碰头 最大的不同就是大苹果的主力前锋 OG Anunobi终于赏与归队 开赛不久就用中距离跳投为自己庆祝 接着再贡献一次精彩的抄截 让尼克喷进三分外线 大苹果挥别上一场的全民打铁party 首截搅出五成的团队命中率 以26比14取得领先 进入第二截尼克继续施加压力 看到OG Anunobi标进低脚三分 回归首战有14分4篮板 这次的抄截却没有成功 还让Kelly Uber Jr.上演海报格扣的美技 帅哥前锋回进19分6篮板 已经是全队最好的数据 尼克的维拉诺娃大学三剑克 大哥Jalen Bronson 搅出20分9助攻的准双十 Dante De Vincenzo也有16分的火力支援 还有一位Josh Hart今天化身为篮板狂魔 完成20分19篮板十助攻 成功狐排大三元 大苹果的攻势行云流水 一共有6名球员得分来到双位数 一度把差距拉开到33分 中场尼克106比79手下胜利 好就需要再把焦点放在尼克身上 尤其是Josh Hart真的相当奇葩 今天又是20分19篮板十助攻的大赛员 这下应该会有队友想要跟他击掌了 没错而且除了他以外还有另外一位球员 也是重要攻城就是商与归队的欧俊艾伦奴比 在攻防两端都有效发挥 而相较之下汽油人除俊旧有点尴尬了 上一战疯狂打铁的大苹果 休兵一天之后上演同样的对战戏码 这回是由尼克笑到最后 因为维拉诺娃三剑克回归正常 其中关注度比较低的Josh Hart 近仗20分19篮板十助攻 扑到一把超级大三元 也是胜压第四次的Triple Double 更是差一点完成双20 不过比起鬼神般的数据 有别的事情更让Josh Hart感到开心 你的9个游戏比较40分钟 你今天失败了1分钟 我告诉你 O.G's back, minute's going down, baby Yeah, he's upset about his usage But he was terrific You know, he plays to win and that's what I love about him And so, he's not a guy that plays for stats And even though his stats were, you know, great, unbelievable But he plays to win And that's what makes him so valuable to us 生涯前六个球季都没有大三元的Josh Hart 本季一口气完成四次 而且集中在最近的18场比赛 会这么拼命的抓篮板传助攻 也是因为球队遭遇伤病潮 幸好O.G. Ananobi顺利归队 第一场比赛贡献14分 尼克的球员轮替也得到舒缓 以27分的差距 把排名相近的76人送到东区老七 Yeah, I think it's a lot better than it was 还有1.1G火锅 攻防两端有效输出 是大苹果的重要风险人选 如果Julius Randall顺利付出 更是尼克的一大加音 反观76人这里 尽管Nick Nurse能在比赛中 跟O.G.嘴炮嘴不停 赛后却是笑不太出来 7-6人自从举问B受伤之后 战绩已落千丈 最近实战苦吞六败 更是连续三场得分不到三位数 要怎么在主将缺陣的情况之下 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不仅是Tiris Maxey要解决的问题 Nick Nurse的头也有得痛咯